现在是八月份,多伦多,这是我养的卡特兰开花了,今天来说两句 这颗卡特兰可能养了有两三年了吧 自从掌握了规律以后,很省心,很省事 而且不仅活过来了,而且开花 每年差不多开两次花,冬天一次,夏天一次 冬天我记得好像开花是只有一朵,不是两朵不多 那这是以前开剩下的花梗 夏天呢,往往就是开三朵 作为一个养花初学者,兰花初学者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功,我算成功吗? 成功的经验,我是怎么养的,怎么照顾它的,怎么省事的 相信养好兰花有不同的方法 我就介绍的这是其中的一种,算是比较省事 而且有效果 算是半水培,这里的都是桃栗,有一点点泥,有一点点碳 碳都无所谓,主要是桃栗透气好 看它的根 发干吧 夏天放在院子里,我是大概五月中旬拿出来的,那时候天寒有点凉,其实要拿的有点早 我估计是六月下旬,七月份再拿出来,拿到院子里就可以 这是多伦多啊,有的时候夜间温度很低 那么在院子里呢,你看这个,这个盆已经都碎了,都老化了 在院子里呢,就是这么放着,就是这么放着 放在一个架子场,很多兰花放在一起 然后经常三天两头 差不多,有时候每天想起来,就浇一下水 因为一浇水,全都漏了,全都漏走了 一浇水就漏走,那么冬天怎么办 冬天肯定不能这样,不能经常浇水 冬天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盆子里头 泡着,半水培嘛 往里一泡 差不多也是两星期左右 整个泡,泡十分钟,泡水 然后把它水滤干了,放到那个盆子 放到这个小盆里头 这样的话,它里的湿度可以保持一到两周 没问题,就是干,完全彻底干 不要时间太长 冬天是有生长灯啊 我介绍过很多期,关于我的生长灯 夏天呢,今天主要是说夏天怎么照顾 就是放在朝东的院子里 早上的阳光到十点左右 你看这个叶子发黄,就是阳光太强 包括这都晒伤了 所以我还拿遮阴网给它遮一下 有的时候忘了,忘记给它盖遮阴网了 就晒伤了 有的叶子还长得不错 你看这个叶子是挺绿的 所以这个遮阴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十点以后就没有阳光 没有太阳直晒的时候 就把遮阴网去掉,比较明亮 我怀疑这个,我想首先是阳光是够了,水是够了,是可以的 那么可能缺肥,肥可能不够 所以它是没长两只 按理说如果肥够的话 没长一个新叶子 没长一对新叶子就会开一次花 就能开三朵 那么我这个呢,差不多是没长两个新叶子啊 其中一个开花,这个是没开过花的 看了一下差不多50%没开过花 没开花花的也开不出来了 还有呢,它是放在屋檐下没有直接淋雨水 所以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放在这个花盆里头 应该效果比我这个要好一些 我感觉啊,我猜 但是浇水就不那么方便 老得关键时候懒啊 你放在这里头花一浇水就不管它就完事了 你要是泡那个的话,还得一泡一泡端进去 然后泡一会儿,然后还得把它端出来 费劲,所以呢 也还行 效果就要结果也还行 能接受吧 说到开花,我买的时候就是奔着 不是花色啊 花色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奔着有花香 闻了一下,真有香味 它的香味啊,不是我闻到最浓的香味 有点淡淡香 但是也是有点刺激性 刺激性,除了香以外啊 有点点刺激 就是很多卡特兰开花都有这个特点 除了香味,香里带刺激 另外这个根啊 你看发白哈,缺水 待会儿一浇水,这就会发绿 马上就会变绿 这还有新的小根在生长 直接是自来水 对了,有的朋友喜欢用雨水 我这从来都是自来水 省事啊 看看这上的是新长的根 发绿,马上就变绿了 下面白的就慢一点 多伦多还是太干燥了 而且太阳太浓烈了 如果有一个遮阴棚 比如说温室啊 有一个自动浇灌系统 定时的喷水系统 那可能更上事了 长得更好 好了,我这卡特兰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